出路編號投入對應金額 就可以自己領包裹 現在網購越來越方便 只是買家沒取貨 東西就會被退回 但有民眾因為這樣 被警方通知 都要盜案說明 日前有網友在社群發文分享 明明住在台南 卻收到新竹警方的通知書 因為自己涉嫌毀損案件 打開來看發現是因為 忘記取貨遭到賣家提告 因為我東西沒有碰到 那我沒有看到 我也沒摸到 但是你要算在我頭上 這樣不合理 如果這個東西 是有保存期限的 你沒取 那我已經出貨給你 你沒取 那不就是我浪費了 那就是損毀我的東西 網友也在猜測 是不是賣家在網路上搜尋 不取貨可以高間接回損 甚至是運送途中 商品受損算在他頭上 等一下留言掀起兩方論戰 有人開始抨擊不取貨的行為 有人則表示應該告不成 只是想要讓賣家 多跑一趟 多花錢 還有人猜測 是不是有保存期限的 商品因為被推薦的關係 拉長時間 物品也過期了 如果是食物的話 應該是要賠損的 因為這個畢竟店家也是 他也有費用出去的吧 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我覺得 其他的物品的話 他有七天的那個 建賞期那個嘛 那我就覺得 那個是應該是可以不用的 不過商場其實有規定 不能賣有效期限 少於七天的商品 也因為當事人目前 還沒到案說明 不知道裡面到底買什麼 情況也難以釐清 我們的刑法 毀氣損壞罪354條 它是要故意為構成要件 那你要證明消費者 是故意不取貨 是比較困難的啦 消保官表示 毀損罪較難成立 比較有可能的是 買家會有遲延責任 或債務不履行等民事責任 因此還是要提醒民眾 網購要記得取貨 避免糾紛 TVBS新聞新聞 視訊人陳詩敏蘭 聽新竹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